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 一、二、一 一、二、一 這個是最簡單最簡單的 有歷史的歌曲的比例雙飛 我覺得... 簡單的啊 對,就是簡單了 厲害,掌聲要響下來 好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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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掌聲送給她 謝謝 謝謝 好 可以了 你們兩個幹嘛呀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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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厲害 師父 我送你 好好好 剛才這個必經的回合真的是夠精彩 是 我們的嘉賓夠精彩 因為他們在猜測的過程當中每一個人都有理論依據 接下來這個也不容易猜 第二關 名字叫 原來就是你 這回請的這一個人啊 叫露天啞 是的 這名字 夠恢紅 是 對不對 但是呢 她身高只有1.15米 好棒 是一位小精靈式的人物 但是她的故事 讓我們每一個人都很感動 現在就讓我們掌聲有請 露天啞出場 有鮮 泰泥 泰天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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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候anding Он Judy 三位主持人 你好 大家好 咱們這 兒啊 咱們就 就這場訪談咱們會更更 更親切 呃 給大家說一下他的故事啊 好 他是 19歲的時候幹了一件大事 什么大事 就召集了六位这个同伴 跟他一样的小经理 组成了一个艺术团 从此展开了他新的人生 你怎么想到要组一个艺术团呢 因为 我当时在一个场里面工作 这个献福立场 开始场里还不错 后来教育就 就不错了